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加拿大在奥运会上的间谍行为既鲁莽又愚蠢 这让女子足球队付出了沉重代价 间谍文化在加拿大足球协会中根深蒂固 利用无人机对对手进行间谍活动 最终导致国际足联对加拿大队作出严厉惩罚 普里斯特曼及其助理教练和分析师被禁赛一年 加拿大足球协会被罚款并扣除6分 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和出现机会 这一切的源头在于缺乏自制力和对间谍行为的纵容 导致如今这场体育悲剧的发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的一个阴沉的周末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贝福普里斯特曼感到如坐针毡 她的球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这一切源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策 使用无人机进行间谍行为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加拿大足球协会内部的间谍文化可以追溯多年 这种低成本获取优势的做法 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Kontakaf中相对普遍 然而 这次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普里斯特曼的团队 在这届奥运会上因无人机间谍行为 而遭受了国际足联的严厉惩罚 普里斯特曼 助理教练贾斯敏 曼德和分析师乔伊龙巴迪被禁赛一年 加足球协会被罚款312,700美元 更具毁灭性的是 加拿大女子队在奥运会上被扣除6分 这让未免金牌的希望瞬间化为泡影 现在 他们需要击败排名第三的法国和排名第22的哥伦比亚 并且还需要有健康的进球差才能有机会从A组出现 对于这支曾经闪耀奥运的球队来说 这无疑是长体于悲剧 球员们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努力 如今却因一场间谍丑闻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前女子和男子教练约翰赫德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她的球队在奥运会或世界杯上早已停止了间谍行为 赫德曼指出 这种行为在大赛中无异于自杀 尤其是在奥运会上 无人机在场地附近飞行已经是刑事犯罪 然而 不幸的是 这次加拿大队选择了队从未输给过的新西兰队进行间谍行为 这个决定不仅鲁莽而且愚蠢 普里斯特曼的球员们现在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们的奥运之旅 可能会在深爱蒂安对阵法国的比赛中结束 加拿大足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凯文 布鲁不认为球员们看到了被窃取的训练视频 但教练是否在战术会议中使用了这些视频中的知识 仍是一个问题 布鲁强调 球员们并没有参与不道德行为 听教练讲战术也不会被视为不道德 然而 这些辩解并不能改变事实 罚款将侵蚀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削减的预算 普里斯特曼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在38岁时结束 他一直以年轻的形象是人 却在这次事件中陷入困境 过去 他一直在为这个项目注入活力和激情 但如今 他的未来变得暗淡无光 赫德曼则表示 他将配合联盟的调查 并坦白一切 除此之外 还有东京奥运会间谍行为的指控 根据TSN的报道 这些间谍行为不一定是使用无人机 而是用录像 克里斯汀 辛克莱尔和斯蒂芬妮 拉贝 以及这一代加拿大女子足球运动员 必须为他们得到的一切而努力 然而 他们并没有在战术会议中看到无人机视频 这并不排除东京的间谍行为指控 普里斯特曼未能明确指挥那些行动 但他也没有阻止他 无论哪种情况 这都是一场灾难 普里斯特曼对这个项目负有责任 如果赫德曼能在大舞台上减少黑暗艺术 他也可以这样做 然而 龙巴迪不止一次被派去使用无人机 第二次甚至被法国警方逮捕 并关押了三天 并搜查了他的公寓 发现了其余的录像 普里斯特曼是否具体指挥了间谍行为 还是他只是没有阻止这一切 无论哪种方式 这都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 这些球员正在起诉联盟的灾难性商业行为 他们不得不为公平的薪酬和待遇而努力 加拿大足球协会 在2018年与加拿大足球商业公司达成的那笔交易 将自己的未来卖掉了 而现在 这一切都让曾经的荣誉蒙上了阴影 面对这一切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 即将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对阵法国 这些球员 这些未免金牌得主 站在喧闹的法国观众面前 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因为事实上 他们确实被抛弃了 这场间谍风波 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奥运梦 也让整个加拿大足球界 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 在奥运会上的间谍行为丑闻 对整个队伍和加拿大足球协会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间谍行为 在足球界并不罕见 尤其在中北美籍加勒比海足球协会 Conquer KF中更是普遍 然而这次加拿大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行动 被曝光并受到了国际足联的严厉惩罚 国际足联对此事件做出的惩罚 包括主教练贝福普里斯特曼 助理教练贾斯敏 曼德和分析师乔伊龙巴迪 被禁赛一年 加拿大足球协会被罚款相当于 31万2700美元 并且最具毁灭性的是 加拿大女子队在这届奥运会上 被扣除6分 这意味着 原本在击败新西兰队后领先的加拿大队 现在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付出更大努力才能从小组赛出现 这对于一支原本被认为 有望未免金牌的球队来说 是个巨大的打击 普里斯特曼的国家女子队工作人员 未能停止这种间谍行为 使得整个队伍陷入困境 这种行为 可能出于对财务上的考量 因为使用无人机来获取对手情报 是一种低成本的方式 然而 这种行为在奥运会上被抓住 使得整个情况变得不可挽回 特别是在奥运场地附近 进行无人机操作 本身就是一种刑事犯罪 加拿大足球协会的这一行为 被国际足联快速且严厉地处罚 加拿大队在面对法国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 必须取得足够好的成绩 才能有机会晋级 这对本已经在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的 加拿大队来说 是个巨大的挑战 这次事件 对于加拿大女子足球运动员来说 是一场体育悲剧 因为她们本可以避免这种命运 在之前的比赛中 加拿大队曾经停止了间谍行为 因此 这次丑闻显得更加令人震惊和失望 加拿大足球协会首席执行官 凯文 布鲁坚称 球员们并没有看到被窃取的训练视频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为球员们辩护 但教练是否在球员会议中 使用了这些知识 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次事件 对于预算已经削减的 加拿大足球协会来说 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罚款将进一步侵蚀其经济状况 普里斯特曼的职业生涯 也因此事件面临重大挑战 他可能会因此失去 他在足球界的地位 这次事件 还可能影响到 其他教练和工作人员的未来 特别是那些涉及间谍行为的个人 总体而言 加拿大的这次间谍行为丑闻 给整个国家队 带来了沉重的代价 这不仅仅是金钱和比赛得分的损失 更是对球队声誉 和未来发展的严重损害 这一事件提醒足球界 任何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 获取优势的行为 最终都可能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嘿嘿嘿 间谍行为 真的不可思议 加拿大的女子足球队 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在奥运会上玩间谍戏码 这么做确实有点愚蠢 但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 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谁不想多一点优势呢 无人机间谍行为虽然不光彩 但也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啊 哈哈哈哈 创新精神 楚天书 你真是有趣 这种所谓的创新精神 不过是赤裸裸的作弊罢了 加拿大足球协会的这种做法 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这样的作弊方式 不仅违反了体育道德 还严重损害了比赛的公平性 间谍行为让这些球员 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光荣和尊严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哎哎哎 先别急着扣帽子哈 你知道吗 历史上著名的间谍行为多了去了 二战时期的英国破解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 也是间谍行为吧 而且 这次的间谍行为 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加拿大这么做 至少是因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内部的间谍行为 已经相对普遍了 难道其他队伍就干干净净吗 这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 哎 除天书 你这么说我真的笑到肚子痛 你怎么能拿英雄般的诺曼底登陆时期的间谍行为和这种小打小闹的比赛作弊相比呢 那可是为了拯救全人类免于法西斯的铁蹄 而这次加拿大足球队的间谍行为 却只是为了赢得一些比赛罢了 无论其他队伍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 这都不是为他们辩护的理由 作弊就是作弊 没有任何借口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哎呀 好吧好吧 让我换个说法 加拿大足球协会这么做 可能是出于一种以身试法的心态 毕竟他们也是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想要寻求胜利 运动员们的努力和艰辛我们不能忽视 他们不应该为这些领导层的错误决策 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这次事件对于普里斯特曼和他的球员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但他们依然值得一些同情和理解 楚天书 你这种同情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说到底 运动员们的名声已经被这些领导层的所作 所谓弄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结果是谁也无法回避的 无论资金多么紧张 公平竞争才是体育精神的核心 如果我们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体育精神呢 这次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何时何的 都应该坚持正义和诚信 这才是最重要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加拿大足球界最近的间谍事件 可以说是一场令人捧腹的悲剧 贝福普里斯特曼这位教练 似乎在这场滑稽的间谍戏中扮演了错误的角色 邪恶的计划固然聪明 但愚蠢的操作却让加拿大女子足球队付出了沉重代价 间谍文化在加拿大足球协会中根深蒂固 这种低成本的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固然有其独特的吸引力 但这次的操作简直是自找麻烦 国际足联对此事件采取了果断和严厉的惩罚措施 普里斯特曼以及其他两名教练被竞赛一年 加拿大足球协会被罚款中达31万2700美元 甚至还被扣除了奥运会上的6分 这简直就是在告诉全世界不要学他们的坏榜样 这一切导致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在比赛中的巨大劣势 原本还在击败新西兰后有望晋级 但现在需要击败法国和哥伦比亚 这难度堪比让一只猫去打败大象 这场体育悲剧对于一个已经经历了诸多艰难的项目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前教练赫德曼明确表示 他的队伍在奥运会或世界杯上已经停止了间谍行为 这让人不禁好奇 究竟是谁在背后窜多了这次愚蠢的间谍行动 看来无人机在奥运场地附近飞行 不仅仅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还是显然的犯罪 加拿大足球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凯文 布鲁坚称球员们没有看到被窃取的训练视频 这让人忍不住捧腹 即使球员们没有直接见证到这些视频 教练在战术会议中是否利用了这些间谍获得的资讯 这就如同问厨师是否用了偷来的配方做了晚餐 布鲁的辩解简直荒诞 听教练讲战术当然不是不道德的 但前提是这些战术信息的获取手段是合法的 普里斯特曼的职业生涯或许在38岁时就要画上句号 这实在太可惜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其实还很年轻 但在这次事件中 他的年轻无法为他的愚蠢行为辩解 赫德曼表示他将配合联盟的调查 并且他必须坦白 毕竟透明与诚实是解决这一混乱局面的唯一出路 至于东京奥运会间谍行为的指控 即便不是用无人机 而是录像 这再次让人质疑 这些间谍行为是否已经成为加拿大足球界的一种常态 克里斯丁 辛克莱尔和斯蒂芬尼 拉贝等这一代加拿大女子足球运动员 为了他们得到的一切已经付出了太多 但这次事件无疑是对他们的不公 总之 普里斯特曼对这个项目负有责任 他的失误让整个团队陷入困境 加拿大足球协会需要彻底清理这些不当行为 重建信任 并且确保未来不再重蹈覆彻 这次的教训应该成为警钟 让所有人记住 胜利固然重要 但公平竞争更加重要 希望这次事件能够让加拿大足球界真正反思 重回正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